不過他有一個 取了一個名字 是漢名 因為他來臺灣登記公司 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 叫馬遺狼 馬遺狼 遺是遺狼的 不 遺是友遺的遺 狼是那個男生那個狼 新狼的狼 這個狼 這個名字好不好 不知道 這個名字好不好 這個叫馬遺狼 馬遺狼 看他的生肖 這個名字 我覺得桃花比較旺 桃花比較旺 事業 事業很辛苦 桃花比較旺 既然講桃花 那他的夫妻公怎麼樣 他的夫妻公很厲害 就是一般來說 這種天機星的男生 找的另外一半都是屬於那種 他喜歡挑戰的 他們很喜歡挑戰那種 高難度的女生 所以從這個命盤裡面來看 他的夫妻公就是 搶你代譜的 那個前妻就被他 對 他專門喜歡不可能的 就是越不可能他越愛 所以就是要注意旁邊的女生 如果是太不可能讓他得到 他就一定會得到他 所以在他的故事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就是睡了很多不該睡的人 我跟他講 我有查 他兩千年結婚 二零零八年離婚 後來兩千零一十年又結婚 二零一二年又離婚 二零一三年結婚 二零一六年又離婚 二零一八年結婚 二零二一年又離婚 四次了 夫妻公怎麼樣 因為那個以前不是有一個 那個那個女生叫什麼 不是結了八次婚嗎 很漂亮 那個 書醫生 伊莉莎白泰勒嗎 對啊 他也是結了八次婚 他現在改名了 他叫伊莉莎白太多 太多 為什麼剛剛那個 鄭大哥問我說 他的名字好不好 因為外國人的命跟中文這樣論 比較不能匹配 那因為他們的文化背景 跟跟他們的思維 跟他們的傳統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比較在家庭這一塊 跟婚姻這一塊比較保守 那他們是崇尚比較自由 今天一對上演 很感覺就可以馬上結婚的 那一種很多 那我們在東方人比較難 一見鍾情也不可能 等一下就結婚 他們是比較行動派的 我們比較保守派的 他已經生十個小孩了 對 怎樣 你笑什麼 養得起 養得起 我覺得他婚姻好像每一段 都沒有超過十年的感覺 就是短短的這樣 對 他這個是有結婚的 對啊 可是他怎麼會想要再結婚 就是如果這樣一直離的話 不會 他離 其實外國人他們對離婚 跟我們東方人感覺不一樣 我們離婚好像天大 天要塌下來 對他們來講 就是重新再過一次的生活 然後再重新認識異性 再結婚 對他們來講 都是一種經歷 對我們來講是一種創傷 可是他不一樣 可是他應該也是有足夠的財富 不然其實他每離一次 他的財產的整合 就要再重新再整頓一次這樣 像那個強尼戴普的前妻 叫安伯赫德 他是老實講是真的很漂亮 只不過他的內心 就是看起來蠻顯惡的 比較驚人 比較驚人一點 對 比較驚人 如果這種老公你要不要嫁 要看怎麼分配 因為反正都會離婚 六兆多 六兆多 對啊 我是說應該會 因為他反正都會離婚 可是 真的 賺了錢也想嫁對不對 他真的 這個很知覺的問題 對啊 不要說財富 一般就是說女性 對他的崇拜應該很多很多 而且他也長得帥 然後只要是跟他離過婚的 他都說 馬斯克是我的前夫 就很有光榮 對不對 我覺得連老師都有點動心 不是 真的 你要老師動得煩心 不是就義數了 對 因為是 因為西方跟我們東方的 對婚姻跟男女之間的看法 他是不一樣的 這差在觀念 對 再請教一下這個錢老師 他的父母功 子女功怎麼樣 他其實他的整個指揮 懂說命盤蠻能反映 剛剛就是廖老師講的 就是說他的母親是很偉大 他其實整個命盤裡面 他的資源跟他好的地方 跟他母親很有關 然後他在他的眼中 這命盤顯示他的父親是一個 會比較不負責任的對象 或帶給他很多奇怪的想法 所以他在父親上面是會比較痛苦 那子女方面就是他是子女異常 就是說他的小孩就是容易 跟大家都不一樣 對 但是不會很輕 不會很輕 就是說 對 他很容易 這命盤 如果是一般我們這個 台灣人看到這個命盤 我們就會說你的小孩 很容易跟你很有距離 然後距少離多 那我看他估計也是 基本上十個小孩很難 常常聚在一起吧 應該也是距少離多的一個狀態 只是說這個數量上面 也是跌破我們眼鏡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是拿到這個命盤 我們也不會說這個命盤的男生 這個台灣人會生十個 第一個覺得他可能養不起 所以我會這樣覺得 但是這裡面就打破這個規則 代表大家想要生幾個 還是可以生幾個 不管命盤怎麼樣 對 玉璃 男朋友會看這一集嗎 會喔 哇 你要嫁馬斯克 我是說正常女生 你不是 你不正常 對 我不太正常 趕快 趕快 否認 玉琦 玉琦會講嫁嗎 會吧 為什麼他已經有十個子女 他已經五十三歲了 你想嫁他 我覺得那個 就是剛才廖老師有講一個點 比如說他是全球首富 對女生而言會覺得說 哇 我征服過全球首富 征服過 對 是你被征服吧 沒有 就是至少是 征服過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全球首富 對女生而言好像 至少跟這樣好像有頭有臉的人 在一起過 好像會覺得那是一種 榮我名的榮耀那種感覺 對 而且全球那麼多女性 她才娶了十個 那十個就很厲害了 你 妳用什麼征服她 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用什麼征服她 沒有 我不是那一種 好挑戰的女生 所以她應該看不上我 好啦 那就挑戰廖老師啦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我們先 på這